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午晚上都有 你站过来就趁着吃吃啊 免费的啊 几个人 几个 我认为这可能 是我一辈子遇到最大的事 所以我如果能做什么 我一定要做什么 从第一天出来 都是提着腦袋做事 真的不怕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是汪永 我是武汉人 是一名顺丰的员工 在这次疫情中 我是一名志愿者 我们现在去金银潭医院 送他们的医疗物资 医院第一个它是传染病医院 第二个它是只受确诊的 不受那种疑似的 它这里没有 全部是确诊 在这病危病重 所以这里很危险 对别人来说 这里确实什么人不敢来 从这起的医生的接触上下班 这里解决出行的问题 后来再开始解决吃饭的问题 慢慢发现他们有更多的需求 比如说拖鞋 圆服 秋裤 指甲剂 我们会统一的进行采购 这是我们大概做的几件事情 他们当时跟我们提的最大的需求 就共性的需求 就一定要圆服 当时我们筹了大概10万块钱 我们把整个武汉市的 所有商商买完的 一件都没有了 最大件的物资应该是一个上海团队 他给我提了一个取手 就是他的鞋套 结果当天找变了武汉市 所有做这个的 没有库存 在找湖北省周边的淘宝上面的商家 找到一个有库存的 那个人在革店 他感觉不能积块地 得我去取 当时思想机 还是过去 我当时拿着小肚子 拿着小肚子 或者碰肚子 小肚子 要回送多个十分钟 再去拿 这个是发生最多的 最开始我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 看到一条朋友圈 就说经济坛的医生护士在求助 从经济坛医院要到盘轮森 10点钟看到这台信息 我11点钟在联系这个管理员 我说这个单有没有人接 他说没有 11点到1点就是跟自己做心理的斗争 家人知道我放假了 我怎么出去 不能让他们担心 就这样跟爸爸他们开始 编了一个谎话 当时也瞒着老婆 就开始了我的第一步 就是出去 我第一天送了大概三十个人吧 我送了一天腿抖了一下 我第二天就打吹弹给我不想 不敢来了 我也怕出事 毕竟每个人身后都是一个家庭 这也是正常的 但也不能让那些医生护士 天天这么走回去吧 我大年初一的时候 他们已经坚持了十几天了 他们睡的是科室 睡科室就是一段靠椅 有10%的人可能可以睡到床 我就说我多接点 哪怕接十天万一染上来 那我就到医院里面去 再给我十天挂了什么样的 我之前是想一个人扛下所有 后来发现这些需求变大了之后 这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事情 就开始慢慢地协调 不停地有人进来 来来去去二三十号人吧 摩拜电动滴滴 包括我们的一个应急支援者 我们还留了一个人 晚上一点半 有了那种特别急的需求 可以保障他们的出行 我们那帮兄弟真的是拼着拼着拼着 把这个东西拼下来的 我们最开始做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被护士感动的 我没有N95 后来N95快当过了 他们给我什么呢 给我口罩 他们口罩标准就四个小时 但是他们在满屋子那种病毒的情况下 他就待六个小时 待两次就可以帮我call一个 就给我 其实他们一直很关心我 包括你 就是我 后面发现一些外来资源团队 早班夜班休息没有饭吃 就开始解决这个吃饭的问题 我最开始找了泡面 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发朋友劝 我好想吃大米饭了 我心里的触动是很大的 别人过来救命的N人 我必须得让他们吃白米饭 第二天去对接所有的餐馆 我自己就单独找每个老板 就跟他们说老板 你怎么能不能成本家中的人 我们这边主要是工作医护你们的 你一听说你做这个事 好 给你 有的说不要钱 大部分人都伸手 得到了太多太多的帮助 我先来医院的 我是收了10块钱一份 其实我医院我也想做免费 但是没有资金支持 我只收10财份 买调料加食材 我花了6000多块钱 这是我个人的钱 收了1000块钱回来 后面接手 手不要出去 手不要出去 等一下不要出去 水果呢 稍微等一下给你拿一下水果 是在一个群里面 当时是我看一个朋友 他发朋友圈做志愿者 然后我就跟他联系 我说我要做 给我有一种很说不出来的力量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跟他联系 各位 为武汉 为大家做出我们一所能及的一点小贡献 就可以了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 就是928年去爱 928年爱情女士 所以我就来一直帮助他送菜 一些东西 我觉得他真的很棒 我一直都住我们公司的一个倡库 对他们真的是客户态度 特别是孩子 解决出行的时候 每天就两分钟看我孩子 就照上一个视频 宝宝 你看这爸爸 这个疫情 我是很有信心 我做了我历史人籍的事情 我不会会 如果我要帮助他 没出来 我肯定会不会 疫情过后 如果我们都安好的话 我真的想多多时间 就可以叫弥补他人